写上凯莉,开始测试 哇,我上辈子居然是条霸王龙 哼,我不信,这可是神奇的魔镜 写上名字,就能测试过去和未来 真的吗?小朋友们,如果有这个镜子,你们会测吗? 凯莉太酷了,我也要测一下 写上美人鱼,开始测试 啊,天哪,怎么是一只河豚呀 哈哈,美人鱼,怪不得你总爱发脾气 原来是一只气鼓鼓的河豚呀 哼,白雪,你敢测一下自己是什么吗? 这有什么,我从来没怕过什么 写好名字了,开始测试 哈哈,原来白雪是一只乌龟呀 这个镜子一定是坏了,我不相信 白雪,你平时就喜欢弯腰驼背 再这么下去,可真的要变成乌龟了 好吧,我以后一定要挺起腰板 过去测试了,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未来吧 测什么呢?测我们 这次考试能考多少分? 好职业,我先来 写上名字,开始测试 哇,太好了 是90分,好羡慕你呀 我也来测测,开始测试 哇,100分 我考了100分 哈哈,什么? 白雪居然能考100分 我也测一下我自己的分数 写上凯莉,开始测试 什么是0分呀? 我不相信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呀 害我到处找你们 我是来给你们送试卷的 天呐,我真的考了90分 魔镜预测的真准呀 我真的考了100分 我太高兴了 这不是真的 我怎么会考0分呢? 凯莉,因为你粗心 没有写名字 所以,老师给你打了0分 啊,原来是这样啊 都怪我,太粗心了 白雪怎么会考了100分呢? 白雪,最近每天都认真完成作业 老师就给白雪打了100分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以后都要认真学习 这里怎么有个大镜子呀 这是能测试过去和未来的魔镜 我们的分数,怕都猜对了 真的吗?那我也要试试 就测我以后能住什么房子吧 我叫小野,写好了,开始测试 原来是个帐篷 不算不算,我要重新测试 小野,不能重新测 只有第一次测,结果才是准的哦 好纠结呀 小朋友们,你们说 我到底要不要看呀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